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心裡你有沒有覺得 其實當媽媽也要具備演技 一定要 是不是 在私底下跟老公說 我跟你講那個誰誰媽 超討厭的 他小孩真的很難相處 見面的時候 好可愛喔 真的喔 媽媽好香喔 真的 我會說這小孩怎麼那麼平衡 我會說你小孩好乖喔 我們現在我們家就知道 好 所以小孩面前的完美媽媽 我們這個只好當一個假掰人 我們做了很多的試調 看看媽媽的假掰指數 第一題來看一下 先來看看喔 第一題試調題 小孩同學的媽媽 請一幾個同學 家庭一起出遊 卻要你 有多難喔 你會答應嗎 1 2 3 不會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試調的結果 來看看 差不多 四分四分 會 會占百分之二十五點九 不會的 對 所以大家還蠻做自己的啊 就是講不會 大家都知道 這是吃力不倒好的工作 真的 如果叫你煮酒 你會不會做 我當然我絕對不會 理由是 對啊 合理 假掰 我沒有假幫我做自己 而且我又不是一個很會玩的人 對不對 拿像小可 沒有 我真的沒有很會玩 我跟你講 我能夠不當主舊就不當主舊 太美了 因為我多希望一個人出去就好了 對啊 幹嘛當主舊 我主舊還主舊 我們家四個人耶 最近我會跟她講說 我的說法其實我會說不會 我不會當主舊 我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家出國其實都是 老公規劃 老公優秀啊 對 然後說那請老公子見 對啊 然後我就會 在回答她的同時間 一掛掉電話我就說 就我們先Cue 都不要接 任何東西都不要回 而且我覺得 做了幾次之後 你就知道她有多難 以後你真的會盡全力配合 對 真的很難 對 就不要給那麼多評語 可是小可也會 我寫會耶 我會不會以後真的有了小孩之後 對 但是我覺得我是一個 會為了小孩子犧牲的人 因為我想說 我現在如果不答應的話 未來有哪些事情 我要請她 其他的媽媽幫忙的話 他們會不會也不答應我 所以我覺得 我必須做一個很好的形象 然後讓他們那些媽媽們 也可以對我的小孩 多一點的照顧 對 我是這麼想的 然後雖然說我現在沒有小孩 那我也有做過類似像這樣子的 這個行為 有一次 因為我一直都有在二手牌賣 然後有一次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就覺得我的二手牌 就做得很成功 那要不要我們來辦一場 比較盛大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說 好啊... 因為我很喜歡二手牌 然後她就說 好 那因為我們大概 有七個女生 那不如這樣好了 你來計畫 其實我自己也是一個 滿機車的人 但是我真的還滿難拒絕她 我就答應了 那我答應了其實有點後悔 因為我必須要找場地 對 好累喔 對 找場地 然後還有 調時間 對 調時間 每一個人的時間都很不穩定 對 然後我去調那個時間之外 我還要 對 做海報宣傳 沒錯 宣傳 然後到了現場 就是每一個 每一塊地的規劃 對 然後接下來 我們的時間快到了 有的人突然有事情 我要幫忙賣 然後在賣之前 你還要知道說 這些大概是多少錢 因為多少錢你可以接受 不要人家其實要賣三千 結果人家賣給人家賣掉 是 結果呢 因為也許我就是 那一次的活動結束之後 其實基本上 有一些人的衣服 他不希望賣得這麼便宜 但是我把它賣得太便宜 其實他就有點不爽 對 然後我就變得很尷尬 我就幫你弄嘛 然後結果 整個活動散後 我還要收拾啊弄 結果我就搞得 有點不太開心 好累喔 我就覺得我還滿後悔 做這件事情的 對 其實我覺得這種事情 真的吃力不淘 除非你真的本身個性 很離丈夫 那就算 不然你真的是吃力不淘 不過其實現在 媽媽的那個理由 零零鐘鐘 我跟你講我們現在醫師 越來越直接 她覺得現在不只要討好媽媽 要直接敲醒媽媽 小媽媽一個明白 陳醫師你覺得裡頭的理由 哪一個 最假掰 陳醫師 最假掰 陳醫師 他怎麼會講出來 陳醫師 你真的是好人樣 陳醫師 其實我本來是要講 徐曉策 我剛剛正在看他的時候 突然就講 你知道我們一生有一個好處 是不得講實話 我還是選徐曉策 我會有幾種做法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首先要看開口的是誰 這很重要 因為你拒絕的人 如果他是裡面 非常有詮釋的人 你拒絕掉了 他有階級喔 如果他是一個Nobody 那你就可以來混一下 你就可以 保人意是最假掰 對 但是我覺得非常合心 一關算盡 沒有 你最近有一部片 叫寄生上流 你就要去看一看 你的邏輯要清楚 如果是裡面的會長 拜託你辦 其實他某個程度是欣賞你 你把它拒絕掉 他以後怎麼做人 他面子很難看 所以會長交代了 乖乖地去 要不然你會被霸凌 如果是Nobody呢 兩個...你也是Nobody 兩個Nobody 就開始來商量 如果陷害另外一個人 你知道我們兩個恐怕 都不太行 我覺得某某某可能更好 你知道他找你 一定要找下台階 於是你們下台階 就另外一個不太行的人 那兩個人總贏一個人 所以到時候如果他拒絕 你看我們兩個都推薦他 他不行嘛 所以就不是你的問題 那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其實我為什麼說 其他答案絕對不是單一化 可是我舉個 我最近我太太的例子來講 他最近接了一個社團的社長 他今年說 老公 我十幾年 只有今年當了社長 我想幫寶券辦一個活動 你可以幫我辦嗎 我知道你很忙 可是你如果真的很忙 也沒關係 那我正在想說 真的很忙沒關係 正要說 那真的有點忙的時候 他就補了一句 在我快要接話的時候 他就說 學技了 只會說 很高 很高 你看他就非常的聰明 他在轉折之間 給我台階下 我忙 本來是說 我真的很忙 這有什麼問題 你十幾年才當了一個個長 然後你們算了 也需要一個 我向著中油抵住 我來出來是剛好的 我馬上畫就轉回來了 真的 所以你知道這種事情 人家交代你 你絕對 我們的答案太單元化了 我想拒絕 可是如何讓對方我台階下 這才是假掰人 或者假面人最高等級的 求生之大 真的 因為我覺得 我的小孩 就是七分靠父母 三分靠朋友 有這句話嗎 那是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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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就覺得 就是人際關係很重要 因為在外面其實常常 有時候我們都很需要 麻煩朋友 所以為了幫小孩 打好人際關係 然後還有跟老師 也打好關係 所以我曾經是在那個 小朋友開學沒多久之後 我就幫我女兒 全班 二十七個同學 做鐵紙 姓名貼 二十七個 你知道姓名貼 臨時要去買 或者是 是你要上網去 是一個星期後才寄來的 我這個不只一個星期 要等一個月至兩個月 為什麼要那麼久 因為這是韓國的姓名貼 對 你們知道 這是用媽媽給人家多少壓力 真的 牠好漂亮 牠不是長方形一條的 牠是有公主的 天啊 是不是 而且你看 我還有工作 還有各種不同 還有動物的 還有小動物的 而且你看連那個束口袋 上面都可以客製 還有恐龍的 好厲害 可以講話嗎 真的嗎 對 你知道那一次 那一次我做完之後 我女兒拿去學校給同學 然後她那天回來 她笑得何不容嘴 她就說 媽媽今天我同學都跟我說 你媽媽人好好喔 真的 然後呢 而且我跟她講 牠不只是貼紙喔 牠是可以到衣服上 用韻斗袋 然後就直接在衣服上 她是可以陰在衣服上的那一種 對 而且不會掉喔 牠血也不會掉 好討厭 沒有… 那個白媽媽 開水媽媽 你有沒有收到今天開水 帶回來的貼紙啊 英國的電話是通號 我知道她最喜歡口容 可是希望她會喜歡喔 好討厭 你知道這種媽媽 會給人家多大的壓力 真的 那個提袋啊 那個提袋啊 上面還有名字 我真的想這樣 都想這樣 都想這樣 上面有名字耶 我跟你講那一次這樣送完之後啊 我女兒的名字 就貼在班上 每個同學的心裡面 一定的 沒有人想要辦活動了 對啊 這都讓我們很難做 對啊 她女兒很會交朋友 因為我剛才一進來的時候 她這樣子 好 對 然後就走了然後想說 誰的小孩啊 而且她女兒那個 人很賴 她說 妳好漂亮 所以不用再加交朋友 不用那一些 原來我應該不想太多了 不用 她已經很厲害了 對啊 這個真的大得分耶 對 好優秀喔 而且其他家長媽媽 會記在心裡 對 小孩子的人緣 對於家長來說 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對 然後喬妹她之前 我送她去學琴 然後可能因為她那個 那個音樂教室呢 附近都是一些 私立貴族 還要排隊抽籤的那種 很高級的貴族學校 所以去那邊的小孩的家長 我第一次送她去的時候 她看到整排 穿看過去這樣 外面在等著那個媽媽們 不是套裝 就是洋裝 然後旁邊放的包包 然後呢 我一個 你知道我平常就是 T恤加牛仔褲 外加上面有 油漬的帆布包 我想說是外用送上來 對啊 對啊 而且我都素 就是平常也不會想要化妝什麼 所以我都素顏去 所以我就看起來 就是活脫脫的一個流浪漢 所以我坐在那個外面的家長 等候去的時候 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媽媽 想要跟我講話 好 然後我就這樣相安無事了 幾個禮拜之後 我想說 反正我也就樂得 在那邊應承 因為外面要聊天 對 就有一天呢 下課的橋妹 我在送橋妹回家的路上 她就跟我講說 媽媽 我聽那個同學她們講說 她們結束 因為她們下課 剛好是晚餐時間 所以她就說 我聽她們都會一起去吃晚餐 可是 我就想說 因為其實我還滿常常 聽到她們在約的 我就想說 不行 為了女兒的人際關係不當 所以我後來隔週 五點上課喔 我兩點就去洗頭 然後上電棒 回家換影型眼鏡 換了一個美美的妝 所以從衣櫃裡面拿出 只有錄影才會穿的衣服 然後再把我女兒送去 送進教室之後 就坐在外面等候去了 這次坐下來 馬上沒有多久 之後 就可以跟裡面的媽媽 盤盤起來 真的嗎 就這樣賠笑 你如果真的是賠笑喔 然後陪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順理成章的就會 我媽媽說 我們等一下 就是要出去吃晚餐 你們要不要一起去這樣 可是妳知道 當那個蕎妹 從教室裡面出來 然後我跟她講說 等一下那個Christine 她們要一起去吃義大利麵 妳要去嗎 那小孩子那個眼睛 那個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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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馬上欣喜的表情 我就覺得說 好啦 為了小孩的這個笑容 媽媽這麼假巴也值得了 真的很累耶 五點上跟我兩點都在九十幾 小妹一起去很開心 現在覺得有參與到大家的活 對 小朋友想要參與 對 他們就是很想要 就是有一起的感覺 然後為什麼大家都去了 為什麼都沒有 所以真的比較 這個的是那一歲媽媽嗎 對啊 為什麼這個小孩要弄成這樣 對啊 她也曾經有過 就我兒子在幼稚園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是想說 想要多了解她在學校的狀況 所以那時候我就 有一次我就特地去 把握公司挑了很高檔的 那個巧克力的那個禮盒 對 然後她就提提去給老師 然後老師也就說 不用啦 不用 真的不用客氣什麼 我說沒有沒有 我也很假扮 沒有沒有 那個就是 就順目剛好買的 妳就收下了 對喔 就老師就也很不好意思 然後看到有時候 人家媽媽在那邊 我就會想說 我過去聽一下 看什麼時候可以湊上去 講個兩句話 我就可以跟他們打成一片 其中有一個媽媽 就真的來跟我聊天了 那聊著聊著就熟了嘛 然後就說妳知道嗎 我老公最近好像有小三 對 超熟悉的 超熟悉的 對 我就說真的喔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是不是應該安慰她 給她一點什麼 就講的人她說 妳可以幫我跟蹤她嗎 對啊 妳可以幫我跟蹤她嗎 我說 我就不知道怎麼拒絕 我也不好意思拒絕 這可能就是我跟她拉近的 很好的機會 妳跟小三拉近她 我就說 好 那我就 如果你老公出去 妳再打電話給我 我就答應她 我真的答應她 真的 我真的答應她了 結果四隔兩天過後 她真的打電話給我 她說小翰 妳現在有空嗎 我老公要出門了 我說妳老公要出門了 我就想說好 我先出去再說 我就只能開車出去 但是出去 是沒有拍到任何的東西 沒有看到任何的東西 但是問題是 我家裡怎麼辦 飯沒有煮 我就只好拎著便當回去 然後我老公就說 妳為什麼今天沒有煮飯 是帶便當回來 我又不敢跟她講 我就說 沒有 因為今天跟姐妹去喝下午茶 聊天聊了一個太晚了 所以我說 怎麼變妳老公要跟蹤妳 等一下 對 而且你們不覺得這個故事 是有蹊蹺嗎 基本上那個媽媽根本懷疑 她就是小三啊 原來是我 我老公現在要出門了 妳要不要跟我跟蹤她一下 心裡想說她是不是 就是跟你出去 妳就還說好 對啊 難怪 難怪妳拒絕理由 是老公要我陪她 都陪不到她 因為現在完美媽媽太難做了 以前完美的媽媽就是 把家裡打理好 小孩把它照顧好乾乾淨 送去上學 回家陪她唸個書 這樣就搞定了 可是現在完美媽媽 要投射很多東西 連她的社交活動都要參與到 連社交活動 衍生的網絡都要完美 對 這是很可怕 媽媽面臨的我覺得 有三個重要的症候群 一個叫 什麼叫放不下呢 放不下妳自己的表現 放不下妳小孩的表現 當妳對這個放不下 其實對於妳自己 對於妳老公 對整個社會文化 妳都會放不下 網路的資料那麼多 所以妳會衍生出 放不下症候群 絕對會影響妳的心情的波動 跟睡眠 睡眠影響月經就會亂 所以也感謝有這樣的情形 我門神病人還滿多 我覺得我的酒這樣 這是第一 第二個是真 第二個是假面人症候群 也就是說當妳放不下 可是妳必須演戲 因為我跟她聽起來 現在的小孩的媽媽真可憐 要演滿多的 小韓那個是最典型 她跟你交朋友 我覺得她心裡不會太愛妳 我個人覺得 我不是來出賣她們的感覺 因為我聽起來 因為以前我太太就跟我講過 類似這樣的故事 真的 因為她會講她幾個朋友之間 就是她跟妳的事情 她可能講給另外一個閨蜜 其實她是來測驗或怎麼樣 所以第三人親了會比較準 第三個其實反而是要小心妳的 經濟負擔為什麼會增加 妳要多做這麼多事 要不要多花經濟的 經濟不只是錢的經濟 我每次講這個說 妳幹嘛這樣子 我太太就說 對啊 要不然妳去接小孩 要不然妳去跟那些人 辦家長會 對 那這時候我馬上說回來說 那妳繼續講 因為她其實有 這叫社交禮儀 三個方法大家可能要注意 第一個叫 什麼 我身邊有太多的人 現在也許上一點年紀的熟女 她現在只要美雞雞沒開 她就會把照片刪掉 而且別人跟她拍她也會看 因為她已經看習慣了 在這種修圖軟體之下的自己 騙自己 所以妳必須要稍微 關掉妳的社交這個軟體 妳去看看真實的妳 妳有很愛嗎 喬喬媽叫妳每天兩點去弄頭髮 妳能幹幾次 真的不行 而且吃完飯回到家只想躺著 很累 這個故事就是 妳不是那個族群的人 所以妳說他們假掰嗎 那個對他們是正常社交生活 他不會假掰 對於妳來講 妳就假掰了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 第二個部分就是 其實妳能不能配合 像菲菲菲我覺得她的花那個時間 跟金錢 可能對她來講不是一個大問題 那妳的投資報酬力 對小朋友這麼大的快樂 我覺得那個可能划算 私下我們待會兒留一下那個 太可愛了 聽起來是要划算的 對啊 但是妳的時間跟妳的金錢成本 划不划算 家庭出征值最常見還是在經濟上 尤其是用錢態度 不一定缺錢 而是用錢態度不一樣 也許妳先生也覺得 這一萬塊值得 可是有的先生 他家裡可能收入是四萬塊 真的 你壞壞壞是搞錯的 對 他不一定能接受 那最後一個其實是 教養態度 為什麼我會特別提 這樣講有點嚴格 我們都會教我們的小朋友 要向上提升 可是向上提升 跟攀岩富貴之間 怎麼樣拿捏 我就關掉我的社交軟體APP 以及我省私 我這個時間要不要花 我要花這個錢 我後來覺得 還是做我這個成績就好了 我覺得還滿快樂的 這是我的想法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市調 第二題囉 對 是 第二題在講的是說 到日本旅遊 一直以來都有 有點討厭的朋友 請妳幫忙買藥 跟化妝品妳會答應 我說你們出題目 真的出得太好了 有點討厭的朋友 有點討厭 這是重點 我之前就有一次是去東京出差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個 別的部門的同事 然後因為他 他跟我的工作是有交集的 而且我是會需要 拜託他的那種 然後他那時候 他知道我要去東京出差 他就跟我講說 妳幫我買那個 美白錠六罐回來 我再幫妳 我再給妳錢 你知道美白錠一罐多少錢嗎 好幾錢 六罐 六罐是一萬的事情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還要幫妳墊錢 然後再加上 那個同事 我這件事 還受不了 受不了 受不了 受不了自己 受不了自己 妳的表情會不會太真實了一點 妳直接用嘴型 我們不要就直接消音這樣就可以了 被他弄過 就是害我被他 就是害我背黑鍋這樣 所以我就不想幫他買 可是我又想說 我如果拒絕他的話 我是不是 萬一他又繼續弄我怎麼辦 所以我就答應他了 可是我去到那邊之後 女生其實真的 一定會去藥妝店 對 而且那東西是很有名的東西 對 所以就一定會看到 可是呢 我就只要看到那個東西 我就把它整排 搬下來放地上 然後用手機拍一個空的架子 然後也积好幾個店 然後寄衣袋給他 然後把他帶東西 因為那個很麻煩耶 對 很麻煩 然後店員會覺得你怪怪啊 對 他們覺得我瘋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嗎 可是我就是這樣 然後我都拍了好幾張照片 然後我傳醫沒有給他說 妳要那東西真的很夯耶 我跑到好幾家店 不是買不到 就是空了 我真的沒辦法 真的很喘 就是 對 我寧願讓他 讓那些店員看到我 就是跟神經病一樣 就把他們 而且就被白眼 就是妳把他的東西 這樣搬下來 又搬上去 因為我不要幫妳買啊 這個方法很好 但是我曾經也是 有想過這個方法 但是因為我這個朋友 其實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他都會去查 就是網路上還有幾個貨 還有從 他會指定我去哪一家 還指定咬客 反正妳就很拒絕不了 真的耶 對 這就是很厲害資訊高手 但是因為他知道我要去 那我也是拒絕不了 因為也是有工作上面的關係 然後他那個時候 是要我幫他買一個 比較專業的黑膠唱片 這個又走也很難買 對 然後很大一個喔 就是帶回來 而且不能折到 不能有任何的壓痕 所以那時候 對 他有跟我講說哪一家店 那他網路上已經查 他說有 然後我就要必須就是 使命必達 然後我就慢慢 我要把它拿到 買了之後我覺得提 就很大一個嘛 那因為我放行李箱 也會壓壞它 我是 那很討厭 那沒有辦法 我就是一個 沒有辦法拒絕人的人 真的 代購這件事情 還會遇到那種 討價還價的人 對 他就說你買的這一家 好像比較貴喔 對 他就真的很想喝 真的 很麻煩耶 他都很感謝你 對啊 而且又重點是 像小CALL剛剛說的那種 很難買的狀況的時候 對 真的很麻煩 是 這個時候真的是一定要說 帶小孩 我這麼笨的媽媽 而且現在小朋友 一歲多都會破來跑去 我怕把你的東西弄壞 對 這個時候小孩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藉口 其實 講上面那段話 可以好好講 對... 我沉入了那個 有點討厭的情緒了 對... 害我一時之間 他每一時之間 他真的 好 我們來看看喔 民調的結果是怎樣 會幫忙帶的 不會很直接的是 76.5 滿直接的 這也是時代在改變的 對 可能三十年前 你出國然後不幫我帶東西 一定要 就感覺這個人很沒有情意 對啊 現在大部分人可以接受說 出國就是為了休息 對啊 對 可是如果是真的這樣 我常常說 用理性的態度去回絕掉 一些感情的勒索 這都是感情勒索 理性態度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說第一個 我可能不會去你要去的地方 我只有這幾個點 你如果去 那我可以幫你買 第二個 我就是刷卡幫你買 你就是付刷卡的錢給我 因為這樣 大家一翻兩瞪眼 退稅那是我的事 擺明了就是這個錢 第三個 你到時候來自己跟我拿 因為我不是刨槌的人 所以我的邏輯就是 我的這叫商業行為 賓師模特兒要建議 那以前這樣子 我小賺一點退稅費 心情上比較不會覺得受創 那第二個 其實我買東西也順便逛一逛 其實這樣子來講 我就會協助 但是就是把條件先講清楚 管你討厭或不討厭 那當然很熟的好朋友 那就另外退稅 我再買個東西送他 這個都小事情 對 其實我們剛才有在化妝室裡頭 做了這個實驗 答案就是看人 如果黃醫師要的話 即便我們在大阪 我們也會去東京幫他買單 一定 因為你知道什麼時候 小朋友半夜生病 真的 對 真的 真是的 真的 不過常常很多媽媽 是在家庭的環境中 是身不由己的 這些會不會有一些 身心靈的影響 百分之百會有 大家看過一部電影 叫完美交期 完美交期 它在一個場裡面 怎麼每個太太都那麼的完美 從身心都那麼的完美 就是機器人 所以為什麼說 其實完美交期 是不太可能的 那會衍生什麼問題 憂鬱的問題 憂鬱衍生出來的疾病 太多了 我們很多腰痠背痛 於是他看網路 陳醫師 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應該是 骨質疏鬆的 最近一直腰痠背痛 才四十歲 骨質疏鬆不見流失 但是不會那麼快呈現 其實仔細一問 是晚上睡不好 還是腰痠背痛 好 然後接下來 陳醫師我真的晚上很煩躁 不知道為什麼睡不好 我就一陣一陣很熱 結果一看 我是不是更年期 才三十八歲 晚上睡不好你的體溫 不穩定的時候 本來就會覺得熱 所以你就知道 仔細去回說 他原因還是跟家庭的衝擊 有關係 所以跟小可講的 那個我部分之子 做自己 可是不能太做自己 這還是一個社會 太做自己的時候 有時候要面對他人 但是 對 對 但是他需要被教導 因為他不是那麼快 就會學會 那第二個部分 我反而要提到的是 如果在媽媽教養 或者是跟先生相處 他遇到衝擊的時候 他最有可能是用吃來 是真的 那這個吃很可能是什麼 家裡的剩菜沒人吃 老公又嫌你怎麼煮那麼多 發洩之下 為了表現廚藝很好 他會把它吃完 小孩子多吃的東西 你有時候會被迫把它吃完 所以是體重增加 體重增加想去運動 可是身體又不舒服 所以飲食這個要 這個在定義上叫飲食異常 它會有暴食跟 一些吐的這個情形 其實都會呈現 然後一次暴食變胖以後 又去暴檢 暴檢以後 其實會採取很 惡劣的方式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飲食異常這種體重代謝的異常 也會呈現 在這種家庭處理上的大問題 就是陳醫師講的 這些問題 就是我覺得我們多多少 都有 最常出現應該就是 來自於 過年過節的時候 你說要大 因為你知道不管你今天 你可能以前是一個人 然後面對自己爸爸媽媽 送的禮就很單純 但現在擴展到 老公那邊公婆 然後公婆的朋友 然後什麼三七公啊 什麼什麼的就是 記名之後記頭 你就很多 而且你有時候準備了一個發現 這個人好像要高血壓 不能吃這些東西怎麼辦 對 就光是想你就很麻煩 還有一些有小朋友 像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次 我帶了一堆燕窩裡頭 然後下 那時候好像下台中吧 還不是南部 就高雄 高雄那一批已經過了 就覺得安全 然後我老公說 到台中我們去看一下朋友 我說好 那到台中 然後我就帶了燕窩 我想說那個燕窩在高雄 燕窩很棒啊 對還不錯 而且沒有什麼 就體質的人 都有正經 然後我就帶去 然後帶去了之後 然後跟他老婆都很開心 但是我看到的是他媽媽 就是男生的媽媽 就拿進來的時候 就在廚房 他也講得還滿大聲 他一打開就說 怎麼是這種水水的啊 下次不要送這種水水的 真的還假的 因為你知道 有些人講話是 他其實沒有惡意 但那個 你在我們的耳朵 聽起來就是很慘 慌慌 真的耶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阿姨 但是他就是講話 他就是比較直接 對 他可能沒有惡意 而且可能也是因為 他們廚房太多禮盒 他也不知道這個禮盒 是這個人就在外面 對 然後他就說 這不要送水水的 是送水水的 就沒菜啦 就是這個錢也浪費這樣 他可能出自於這個 可是我們有時候送禮的時候 就真的會 會不會放太久 然後放到你下次去的時候 那個禮盒還在 對 有時候可是真的會聽到這些 耳語 你就會覺得很痛苦 最近呢 我找到一款非常厲害 他除了是得獎商品之外 台灣其實米的食品 做得非常非常好 對 那他的 基本上他的保濕度比較高 然後再來就是 他的 所以他是一款 就很健康的感覺 我到現在為止是 大人 小孩都很喜歡 尤其是長輩 沒有 我今天有帶來 今天有帶來 好懂事的小客 好懂事 來看看 真的 但是我跟你講他如果 用眼睛看就已經就輸掉 看起來感覺好像就是 一般的西點禮盒 但我剛剛有講到 大家可以邊看邊吃 健康 很健康 而且他是用 然後這一款呢 是果香貝殼酥 貝殼酥 看起來很像我們一般去西別 那種小蛋糕 但你一拿起來之後發現 它怎麼那麼紮實 對 一咬下去的時候 Oh my God 這好香喔 它有兩層的外皮 第一層外皮呢 它是用那彰化的紫薯 然後感覺就是外面脆脆的 它有一點點偏於餅乾 對 有脆脆的味道 對 它有像餅乾 有一點點激密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中間 比較淺的那個部分 就有點像我們吃的那個 鳳梨酥也好 或是一般的酥餅 但它沒有那麼油 對 它的油脂含量非常低 而且它好香喔 最棒的是它的內餡 它的內餡除了有鳳梨 金鑽鳳梨之外 然後有仿山的艾文芒果 還有自己非常喜歡 你們一定也吃得到 就是芒果 比較偏就是台灣喜歡的那種 酸酸的味道 它不是很甜膩的 對 但因為它裡面加了 這個好好吃喔 很好吃 百分之五十一的米股粉的地方 去整個去加 難怪你說更健康 它很健康 而且你會發現它的油量 含值非常非常低 它好好吃喔 很好吃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像這樣子 我們一個禮盒送給你 這樣就是一個禮盒 第二個我要介紹呢 它的名字就是非常的法式 好好吃喔 它叫做 雷蒙斯 而且它用S代表它的雷蒙 很多喔 我想說它整顆的雷蒙 去進去 好香 好香喔 你看到它就是一個雷蒙 它裡面是用整顆 去做 除了它外面的這個巧克力 它是有檸檬口味的巧克力之外 裡面一打開 你會發現到裡面有包東西 它裡面加了是 生乳的起司球 加起司在裡面嗎 生乳的起司球 你沒有吃到嗎 好香喔 好香喔 而且不會太多 都吃光了 都吃光了 真的很好吃 然後它裡面為什麼加 這個生乳的那個起司球呢 是因為它其實檸檬偏酸 對於很多小朋友來講 這個酸味 其實它不是那麼的喜歡 那它的生乳球 其實放進去之後 它那個奶味會提出來 那個檸檬的甜度 然後來製作 這都是有得獎的 而且它不會太甜耶 對 好小胖 妳吃了一整顆 剛剛好 檸檬的味道很香 然後不會太甜 真的是重點 對 一般都覺得這種看起來很甜 好 如果講到這邊 你就驚豔的話 那也就弱掉了 好 第三樣產品我自己也非常喜歡 它有個小名叫做 雅米公主 雅米 雅米 它裡面也是用 對 百分 它有含米量高達51% 然後也是用 基本上國產米去做的 對 但是它驚豔的人的地方 我覺得是在於說 它好可愛 對 它也太美了吧 它是一個愛心 然後上面很像草莓的感覺 對 它裡面加了一點點 以海鹽製作的 法式的手工餅乾 所以你看到那兩塊厚厚的 它其實吃起來就很像 就是很濃很濃的 手工餅乾的味道 然後它再加了這個 法式的牛奶松糖 上面看到這個果乾 其實就是有火龍果 然後還有芒果 然後夾在裡面 好懂喔 你是吃到這東西的時候 你會吃到它餅乾的香氣 其實很難得的 它不會死甜 有沒有 因為我覺得它很好吃 它裡面加了海鹽 有點鹹鹹甜甜的 對 所以你會覺得很順口 很順口 你知道這種餅乾 它好好吃喔 它怎麼想到這個組合 對不對 是不是 你怎麼會想到 把這個東西湊在裡面 而且你會想到說 它是米做的 因為它怎麼會有點顛覆我們 對於那個小米 我覺得它比平常的餅乾更好吃 對 很優 而且其實好可愛 你看就這樣小小一個 對 就這樣小小一個 所以其實你可以搭配來送禮 我覺得每個人拿到的那個心情 都會不一樣 而且特別受尊重 因為我覺得小巧在於心意 再來最後一個 它看起來很樸實 但是是在裡面我覺得最用心的 因為台灣水果真的很厲害 除了國產品要放進去之外 很平易近人的名叫橘子蛋糕 橘子蛋糕 對 但是它上面放了台灣的特產 就是我們的 對 橘子丁 然後再加上 稍微有帶一點點苦味的橘子 對 兩個去搭配之後 讓它變成甘甜一點點內餡 那因為我們一般 在吃這種東西的時候 其實最怕就是放久它會硬 那是因為它用米去代替麵粉 所以吃的時候你會發現它濕度 比一般我們吃到這種普遍的 這種西點類的濕度都還要高 吃下去之後那個濕潤度在之外 它上面其實有那個橘子皮 對 有一點點苦苦的 對 那個又苦 對... 然後就是橘子 橘油的香味噴出來 對 主要是因為如果這類糕餅 它要好吃通常要加一些高糖 高油 對 這個一吃就知道裡面沒什麼油 所以其實它很適合當早餐 配個簡單的飲品式 或是下午茶 或是下午茶 可是營養師到底米穀粉是什麼 它的好處在哪裡 為什麼說特別健康 好 妳們吃到現在 妳們發覺自己手油不油 不油 不油耶 完全不油 酥不酥 好不好吃 好吃 明明是一般又油又酥的東西 好脆水的 還是摸起來又不油 不油 就是米穀粉的特色 它保水性好 所以相對呢 因為油量比較少 所以熱量是比較低 是比較健康 對 米穀粉它有個很重要的 它是脆度更好 不管我們做什麼點心 譬如說你看這顆酥脆不脆 脆 那如果一般我們用 一般我們用鳳梨酥的話 如果做得那麼脆的話 是不是油 油要送它 對 它用米穀粉的特色 它不油 但是脆度都沒有出 再加上因為用米穀粉去做 它沒有膚質 所以有些人 吃這些米穀粉做的東西 其實是比較健康的 譬如說有大腸肌躁症 因為現在人很多人 大腸有問題 譬如說有時候會拉肚子 有時候會便秘 是大腸肌躁症 它如果吃這個無膚質的話 它事實上比較不容易 有大腸肌躁症 還有另外有過凍額的話 過凍額的話 最好能夠吃無膚質的飲食 你可以選擇像這種 米穀粉去做的 無膚質的一些甜點給它吃 至少會心安一點點 對 那它的營養價值呢 好 那因為米穀粉 它的營養價值 跟其他比較不一樣就是 它裡面還有很豐富的 維生素B群 那維生素B群呢 跟我們情緒很有關係 對 當我們補充足夠 維生素B群的時候呢 事實上 情緒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那除了之外呢 它也有很好的胺基酸 那這些胺基酸呢 也能夠幫助我們 有補充一些營養 再來呢 它裡面有些是 含有膳食纖維 那膳食纖維的話呢 對我們大腸也有健康 對我們大腸 腸道健康 都是有幫忙的 所以基本上 我們是用米谷取代麵粉 所以它有一個 保水性好 油量又比較低 但是 但是這些東西其實我覺得 過年過節非常鬆 但你知道媽媽有時候 在家裡面 有時候情緒不好 畢竟還是要有零食 是 我還是介紹就是媽媽們 你們用一些 好一點點的零食 來獎勵自己的孩子 或是留在家裡面 讓孩子可以吃 一些些就好了 所以這邊適合 我們中東都送禮 這邊適合很大媽小 這邊放在家裡面 家裡面 但我跟你說 如果你吃完這些 你覺得這些不起眼 天啊 那你就太小看這些 國產米了 是 因為它裡面 我先介紹這個好了 這個是在一般的 日式的素食店買得到 對 它跟日式素食店合作 你們可以吃吃看 它叫做米慕斯 對 它冰冰的 它就是一股清流 對 它很清爽 是不是 而且它用黑糖 對 而且它下面 就像米布丁的感覺 對 然後你吃得到顆粒 對 冷凍其實有那種 炸冰的感覺 對 而且很清爽的炸冰 這邊還有很多 就米布丁 然後還有米米餅乾 這也是用米做的餅乾 然後它沒有能做原味的 然後現在就是有加了 芝麻的 然後巧克力的味道 你覺得這個最驚人 這吐司啊 怎麼會是米做的呢 這兩個都是 很多餐品 好去做的 可以剝一下 你們吃吃看 它其實那種比較綿密 它比較濕 它比較濕 對 而且要不要烤 可以不用烤 可以不用烤 其實冷凍之後直接解凍 它味道就不會變 因為它有米的特質 所以保水性比較好 對 然後再來是一般的 這好好先生的那個 那個超市也買得到 這個是 5G的米風爆 它兩種口味 草莓的跟紅茶的 對 米巧克力素片可以網購 或在宜蘭觀光工廠買到 但它跟就台灣人 大牌子合作 第一個吃起來 就是小朋友也 接受度很高 是 第二個是父母親買的時候 也很安心 一層一層一層 酥酥的對不對 很酥脆吧 它很紮實 很紮實 很紮實 對 然後咬起來是 碎下去的 它有點像麻辣 加紮實的鹼心酥 對 外面那個 是麻辣的那種感覺 對 很香 很香 它好有誠意 這些都是要給大家 不過送對禮很重要 送對禮還要送對營養 對不對 對 是沒錯 如果像我碰到長輩 如果有糖尿病的話 通常會選擇一些 對 它可以吃的食物 是 沒有 譬如說 其實像這些點心的話 對糖尿病病人的話 還是可以 我們只要量控制好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是 那其實 其實有些糖尿病的長輩 還是喜歡吃點甜的東西 對 而且你越克制 他越想吃 對 那它有個特色 就是他不油 只有一點點糖 所以對糖尿病的長輩是 我吃是沒什麼問題 所以如果說像這種 比較獨特性的理由的話 我覺得收的人就很開心 我們送的人 也會覺得很有面子 而且其實收的人 像有時候我們說 謝謝你 這假扮你不要吃 那是假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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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扮 就會覺得其實很健康 很OK 對不對 所以其實真的 媽媽很多東西 像我們遇到這些 也都在真心地對待彼此這樣子 但是其實有時候 真的無法擺脫 我們這些假扮的人 是怎麼樣調整形態 陳醫師 我還是回歸到一個原點 就是適當地關掉你的修圖軟體 社交修圖軟體 我們都真實面對別人很難 但是適當回家要關機一下 才能讓你身邊的人 真正地認識你也認識自己 要不然有時候你關機都認不出自己 第二個我會覺得 你要重新省事自己的能力 因為我其實在臨床上看到太多了 其實他壓迫自己去做 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 不論是在跟感情的對待 教養小孩 甚至在財務方面 時間 他時間就這麼多 我看到神力女超人越來越多 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夠 炸出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們炸掉一定是 好想哭 我曾經遇到六十歲左右 其實他終於有空可以來開刀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是長女 他終身未嫁 他媽媽中風 所以他媽媽這二十年來 終於現在剛好有另外一組人馬 可以幫忙帶地 所以他休息兩個禮拜來開刀 我說你何苦這樣折磨自己 可是他很熱觀 他覺得他這樣很快樂 但是有一個好處 他付出得到代價是 他來開刀的時候 那最後一個其實我想 藉由今天這個禮品 反而很適合我想講的 你的方法沒有辦法 達到你目的的時候 請記得找取代方案 我們想送你 沒有好的甜點的時候 這個米類製品 可能也是一個方法 但這些方法 怎樣去取得呢 也許多聊聊天 看看電視 然後跟你的好朋友們 願意聽你講話 跟提供你意見的好朋友 聊聊天 有時候從他們身上 就可以偷學一些東西 不過今天聽了那麼多 就算講說 其實媽媽很會裝什麼 可是我覺得就像陳醫師剛剛講 他其實也是一種很好的社交 有時候你會覺得 他自己怎麼演得 那麼不像自己這樣子 對 就會覺得怎麼會變成另外一個人 其實有時候是這樣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對 受委屈了請你做自己 如果沒有的話請你 是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媽媽 我們的很大工作 大家拜拜 我還是我從小就是一個 讀史書跟史讀書的小孩 可是我希望我的小孩 可以接觸到各類不一樣的 閱讀的書籍 可是我也很擔心 他長大不愛閱讀怎麼辦 小孩長大不愛閱讀這個困擾 不是只有你有 很多的家長都有 所以大部分的家長現在都了解 要親子共讀 學齡前就陪孩子讀繪本 這是好事情 可是到底能持續多久 2018年 美國有一個最大的 教科書的供應商 它是做了一個線上的統計 就是發現 有很多的學齡前的孩子 跟低年級的小孩子 的確很樂於閱讀 因為媽媽從小 就有培養她親子共讀 或看繪本的習慣 但整奈到了八到九歲的時候 這個數字開始往下降 為什麼 他們整個到了九歲的 只剩下百分之二十八的兒童 認為自己喜歡閱讀 剩下百分之七十二的小孩 已經對閱讀興趣缺缺 所以他們就深入地去 了解背後的原因 那發現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這些孩子 常常就是被規定 要讀教科書 所以讀書這件事情 開始蒙上了一層不快樂的陰影 那就乾脆都不要看好了 所以我想我們可以朝這個方向 去做幾個努力 第一個就是說 爸爸媽媽不要太執著於孩子的 閱讀程度 你怎麼到這個年紀 還在看有注音的書 你不是應該已經看這個 都是字不要有圖畫的書了嗎 那孩子就覺得說 我就看這個書我很快樂 你看我看那個大頭書 我就是這個實之無味 那就乾脆都不要看好了 那不是很可惜嗎 不要跟人家比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也不要管制孩子的書籍選擇 所以你的孩子如果真的喜歡小說 喜歡漫畫 喜歡一些我們刻板印象當中 比較不是那麼教科書類的書籍 那你也可以幫他挑 挑有趣的小說 挑有趣有深度的漫畫 第三個就是你的孩子 也不要侷限他在某一些書籍裡面 你看這種小說 沒路用 不要去這個限制他 廣泛讓他接觸不同的書籍 那而且不要強制他 非得閱讀幾小時 像外 像很多的學校 我相信都還是會要求 做這個閱讀的心得 其實這件事情 完全沒有辦法鼓勵閱讀 但不是說這個功課不好 只是說如果你希望藉由寫心得 來讓孩子建立閱讀的習慣 這絕對是沒有效的 所以閱讀永遠都是熱情 跟自動自發 導正出來的一個良好的結果 這是逼不來的 了解